两年前 李懿的刘女士惊人介绍认识了同样李懿的张先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刘女士发现张先生是个很适合做丈夫的人 因为张先生细心体贴 会疼女人 基于对张先生的强烈好感 在接触几个月之后 刘女士主动和对方谈起了结婚的事 并且刘女士还表示 愿意拿出自己的积蓄来和张先生一起做生意 看到刘女士一片诚心 张先生也果断地答应了 可让刘女士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近乎完美的丈夫张先生 在结婚仅一年之后 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就是七年快过年的时候变了 因为他搬出去打电话也不接 张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他不想和刘女士过日子吗 我觉得他完全是在骗我 想骗我钱 在张先生看来 妻子刘女士简直是一派无言 张先生说 他找老婆是为了好好过日子 他并不想再次离婚 如果说在这段婚姻中有人存有私心 那也是他妻子刘女士的事 和他无关 张先生的表述让我们感到一头雾水 在这对夫妻之间 到底是谁想甩掉谁呢 谁又存有私心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郭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刘女士 一位是张先生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来金牌调解 你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希望他帮我清白 如果那次不能过来 希望他能两个人早一点解脱 就是离婚 把我应得的钱帮给我 可以啊 他清白 我还了什么清白 我又没有什么 又没有什么诬蔑他什么东西 是吧 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是吗 就是他跟他家里人 跟他亲戚 跟我的亲戚 都说去年赚了多少钱 多少钱 都不一而回了 意思说都是我留下来了 当刘女士说出自己想要的清白时 张先生依然不认 三个什么清白啊 张先生说 在他们结婚之初 共同凑了17万元 开了一个小型加工厂 工厂经营的第一年 毛收入也有十几万 但是他没有看到一分钱 想用钱的时候妻子也不给 所以他向亲朋好友发过几句牢骚 妻子认为这就是污蔑了他的清白 对此张先生很不服气 我去年赚的钱 全部给他管 正月份过来 正月份过来 钱 我是全部归他的 拿过去啦 到四月份 材料那笔原材料用完啦 我又叫他拿钱 不拿 今年中业那一次我也记不得清啦 那一次他要村上也只有一万块钱是没有给他 为什么没给他 我也忘记了是什么是生气 反正我也是很生气 他说什么都不求我怎么样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钱没给他会影响到你们的生意 会影响大事 不会 因为家里材料还有 不是那样值得要 那如果他是真的需要用 真的 我能理解 我知道 然后他就在外面说呀 说我钱不拿住在做生意 没法给我过来 怎么样怎么样 刘女士说他不给丈夫钱 只是因为丈夫要钱的理由不充分 有撒谎的嫌疑 如果丈夫确实因为做生意需要钱 他一定是会给的 他没有想到 丈夫张先生却因为这件事记起了他的仇物 从此以后 张先生不再让他掌管经济大权了 他就是出去做生意回来 钱也不怎么交给我了 我也就是说要他给我管 他说死活就是不肯 到了过节端午节嘛 我说外面的账怎么不需要 就收账这个事以前是归你管是吧 我跑的账夫都是归我管 然后我发信息不回 然后我就打电话 那些账夫一个一个地说 他说你老公交代了 没有你老公自己来不让我给你 当时这样我听到就心里就难过死了 所以你是已经非常明显地感觉到 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在经济上 他对你是有所防备了 他早就有防备 但是我都没感觉到 我真的很傻 我什么都相信的 本来5月30号是章午节的 他在一个客户那里接到钱了 他没告诉我 我到6月24号我去客户那里接钱 他说你老婆来接钱了 我说怎么可能 我就跑回来问他 我来对单 一张单就不见了 我问他是不是他拿来 他说不是 我说那再来去呢 他说你嘛记性不好丢三大事的 忘掉丢来了也不知道 我说那好 那我就去查抵挡 我把我 他知道我去查抵挡 然后他就说 那我去查一下 我说给了 我说刚才问你 问了你几遍你说没给 先生你说给了 他进外面接到账回来 说话要平常心 他进外面接到账回来 不告诉我 听他简单的回应 似乎他说这件事情是忘记了 不是故意的 那我问了三遍四遍 我问他有没有接钱 他说没有啊 整天出去进来 出去进来 进来了 只要外面声音 或一声音 钱拿来吧 钱呢 我有这样子问你吗 说话要平常心 张先生说妻子刘女士 是一个对金钱控制欲极强的人 她剥夺妻子收账的权利 实在是迫不得已 如果钱都在妻子手上 她的日子会过得很惨 曾经 我们去年农历二十六 打了一场价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过年回去 我借他那两千块钱给我 回去反正不管我打牌什么的 反正就两千块钱过个年 我说不管我输赢是我的啊 我二十五晚上打牌 我就赢了几百块 没有封在皮包里面 因为他是 每天进度要收我皮包的 我就封在上衣口袋里面 封在我那个皮衣口袋里面 第二天早上他就偷偷的 去我皮衣里面收 收住五百块钱 说我尝试方钱 跟我打了一场价 后来他就把我手机卡全部拿去了 把手机面红包啊 把卡里面全部转走了 我最细二个手机回来不愿意 直接追到他家去了 打了一场价 把我脸上整个都 整个是面目全非的 就是他说的那一次嘛 他是一到这里 也是天天去打牌 他打赌像去年一样 输多少 在外面输多少 都是我去帮他繁赌债 我承认我是打牌 一个月下来我打了几次 所有打牌的地方都是他带我去的 这个如果我说了一句访 我就不是个男人嘛 我带你去那里玩 不是带你去打牌 你看到他们打牌 你自己想打就说我带你去打的 说话呢 不是说了 我说你怎么熟悉的 他说我跟他们打牌的 我真的是不熟悉那些打牌的 天地良心我打牌 你问一下以前我的亲戚 我以前有没有打牌 他刚才说过个年了 他想打打牌 这个两千块钱得经过你同意 是不是 是同意的 如果不是你给他这两千块钱 他就没有钱 是这意思吗 那是肯定的 不管他是赢了输了 那五百块钱他没放在钱包里 你会有什么想法呢 不是一次 为什么要这么搜 为什么要这么算 我看他说不说实话呀 钱不会地 不会地我真诚 他就是会在外面乱花 最根本的问题是 在钱这方面 你的确对他是不信任的 是吗 对 怀疑他有别的理解 怀疑他这些行动是藏私房间 是为了给别人 因为去年有一次发风暴 发了两个两百个别人 我问他发给谁 他说不出来 我是给那个客户的背后 按道理 我就不说给他听 是这种 我就会气他 就这样子 这是乱说的 为什么去年到现在都一直没说 现在的片子这样的长年 到公众长年我就说出来 就是他这个心结是怎么来的 你清楚吗 不 是他以前老公 我们是二分嘛 他以前老公 他说背叛过他 他对男人不信任 怀疑 是这样子的原因 他手机一天放几次密码 是为什么 两夫妻需要那样子躲躲藏藏吗 我一向来都是喜欢看他手机 为什么 就是以前没接分别人 就说他怎么发心怎么发心 说的都很难听 就多少有一点怀疑不信呢 所以这个怀疑不是说 他一定做了什么 对 而是可能之前心里就有这个阴影 有什么 是 我感觉我自己这点也是不好 手机 有些时候我为什么要换密码 是这样子的 我一到他玩 我就想让他生气 看得我实在烦了 一个星期一想就看 不管什么只要有动静 如果说我跟他一样的话 我能都会累死 所以这样 我都外面进口声音 我还有这样子 我没这个心情 所以换手机号码就是很反感 他这个做 张先生说 什么钱一年一半 我说好一年一半就给你 刚好那次我卡上去还有一千块钱 因为我起 他是要绑住他的手机 也绑住我手机的 也许 起了钱肯定他有信息 我有信息的 大家同时都知道 同时都知道 他就知道了一千块钱 说要给他五百 我要五百 我就给他三百 我这样跟他说 我签给你三百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过去那边玩 可能会打打牌 然后我还欠那个一百 欠我朋友一百 我说本人要还那一百 是吧 我只能五六百块钱 我带过去吧 我要吧 他就一定要五百块钱 跟到我在车上 跟到我 不论我下车 我开到那个风力灯那里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就成了 我就不气了 我把车也停 我就不气了 不气了 他就干嘛呢 就到我衣服 一定要把钱拿出来 说话米是不说实在的 就到我衣服 一定要抢我钱吧 我是发火了 我就把它一掀 真的是 整个大马路上 都在看到我呢 我是把它一掀 他就一个浪枪 就是把脚呢 在那门上就磕了一下 这个是我撑了 我只是磕了一下 踢了我几脚 然后 你说踢了我就踢了 然后我就回来 我不跟你 我就回来 我回来 我就回来场里面 他就在那里点 他以为我 我会跑到右去的 等我回来以后 碰到我没去 他把那个车 那个线路 全部剪掉 剪车 我是等他回来 我就去把车开回来 一到车上 打火 点不着 我一看 线路全部给我剪的拔了 我真的人 我就凉透了 我就 后来我 那天晚上 我就 没出去 那天晚上还没走的 我还是睡 第二天 我走了 我就叫那个修车的 把车修好 我车也快走了 为什么想了一个晚上 还是决定走了 我觉得这样子 过不下去了 我真的就走了 走了以后 没多久 我就送货 送货去客户那里 刚好他就在那里 撞到了 起个电瓶车 不知道谁告诉他的 撞到了 难度 要我开门 我就不开门 我说把我这货卸了 撑了以后 再不开门 不愿我不开门 他就使劲 把那玻璃门搞了 我把货撑好以后 我不跟他 我知道他要给我 再跟我吵的 我就一个人溜了 然后他看到我 没见到人 把我车的 等向灯杆子拔掉了 挂气这个杆子 也搞掉了 何必为了那几把块钱 闹成那样 我就是看他 也真的不舒服了 示范的时候 还说钱个人一半的 为什么等到那里 去取钱的时候 就只愿意给我三百 所以就要多一点 你捡了他的车子 那个线是发泄一下是吗 就是 他是这样子的 他说只要你对我不好 我不让你好过 就是因为他地价格不负责呢 现在你要离婚吗 我如果是他现在这样子的表现 我肯定要离婚 他什么样的表现 你觉得可以不考虑离婚 或者说暂时不考虑离婚 就是他不要这么计较钱 不要总是说多少钱给了我 我就留了四方钱 怎么样 他不要计较钱 对 那你会跟他计较吗 我不会啊 你也不计较 我认为根子不是出在钱的问题上 根子是出在你们两个人的情感问题上 信任问题上 那么你们之间再婚 双方 孩子是不是在身边 对啊 你们两个人除了 干活 开公司赚钱 没东西玩了 玩什么 男的就玩牌了 女的就追得跑 因为你像什么 像管孩子样的管他 口袋里藏的钱没有 这个口袋多少 那个口袋 这边三百 那边五百 还要管着他 你挂得来吗 男方呢 从他来讲也要面子 也希望既然选择了你 你把他脸抓得稀烂 他也包容了你 也原谅了你 男方也不要去多玩牌 多跟女方陪陪他 用真情去对待对方 而且还要有一些 生活的情趣情调 你们真的回去 要琢磨一下 看看能不能改变 有没有机会 在大家玩得开心 就OK了 我想跟男方说一下 当你离家出走的时候 你出去几个晚上 对于你妻子来讲 你究竟在哪里 她那种焦虑感 你能够意识得到吗 你的妻子在这段婚姻中 她是十分地渴望 这个婚姻能稳定的 人家觉得 人家是全盘的付出 你没有看到她的付出 你只是在觉得自己在委屈 我两百三百 塞在这个口袋里 塞在那件衣服里 都被她查到了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觉得女方 她是真心地 在为这段婚姻做努力的 你也在努力 可是有时候 你处理的方法 你是欠佳的 如果不想离婚男方 我希望你能坦诚地 对你的妻子坦诚地相见 这是第一 第二能用耐心包容的心情 第三要信任她 张先生 在我看来 今天你是特别委屈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特别没面了 看似你今天 所有做的所有的事情 对于你的妻子来讲 都是怄气的一种行为 在我看来 似乎并不是怄气的行为 如果一个男人 给不了足够的爱 给自己女人的时候 请问 那这个女人 又如何可以给你足够的颜面呢 这就是问题了 也许今天到现场 此时此刻 可能你都没明白 我身边的这个女人 到底是脑子坏了 还是她性格当中就是这样 为什么就对我 没完没了了呢 那我告诉你 为什么没完没了 因为她依赖你 因为她不想离开你 更不想让自己结束第二段回忆 可是你呢 你没看懂女人心 更何况 你更看不懂 你身边这个有点特别的女人心 为什么说她特别 她外表呈现那么刚强 可以去捡你的线 可以去围锥堵截 可以坐在你的车上 赖着不下车 可是我告诉你 她的内心极其地小 小到容不下任何东西 而且极具有危机感 她每一次 为什么那么强硬 一个女人可以用那些手法 来对待你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她在呐喊 她在寻求你给她一些回应 你不想解释 我逃跑 我不和你讲话 于是她怒了 她没有办法了 才会做出那些偏激的行为 可是如果在那个时刻 你给哄哄她 你给她一些温暖 给她想要的那一点点爱的时候 她干得出这些事吗 希望你可以好好的 想想自己的问题 观察员徐磊和廖阿姨 站在女方的立场 指出男方张先生身上存在的问题 但心理咨询师朱永卓觉得 在本案中 女方刘女士身上存在的问题 或许更为严重一些 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需要的另一半 给我的感觉是一个 能够被你完全控制的人 当你的丈夫没有达到你的控制的时候 我觉得在你的同导当中 有一个念 惩罚比爱更重要 就当他不听你的控制的时候 你会去想办法去惩罚他 比如说你赌气 没有给他钱 这个你是说过的 而且当他惹你生气的时候 你也会去惩罚他 比如说破坏他的车 所以说这种东西 对于你来说 为什么会去惩罚 为什么你的惩罚会比爱更重要 就是因为你心里面 那个负面的东西 是没有被真正处理掉的 你需要一个方式 不管是去拿锤子追他也好 还是去砸车也好 你需要去宣泄出来 但是宣泄之后 你的那个负面的东西 被治愈到了吗 被看到了吗 你为什么愿意去砸车 甚至去追他 实际上你更需要的是 让他去看到你心里面 受伤的那一面 你特别希望你的丈夫 能看到你内心受伤的那一块 这是你想让他做到的 但是我想提示的你 是的是 你内心受伤的那部分 并不完全是你丈夫所引发的 还有你自己的东西 你也需要自己去看一看 就是你的不安全感 跟你过往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并不完全是你丈夫引发的 你受伤 你希望他能看到 希望他能明补 这也没有错 但是你的自己的受伤那一面 你自己也要看一看 有些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而并不完全是对方的 如果我们把问题完全推给对方的话 你们的矛盾完全无法解决 我这个说你听明白了吗 刘女士 我想跟你说的是 你很不想失去张先生 你希望呢 你的在第二段婚姻里面 找到的丈夫是一个勤劳能干 然后呢 能够 比如说 不要有一些恶习 同时希望他能够 交足费用 有责任心 有担当 对 不要有私房钱等等 好 一旦他出现了偏差 你会很着急 很用力的 想把他拉回到 你所认为的正轨上 张先生不是那种很恶劣本质的人 他还算是有家庭责任感的一个男人 他之前一直都是按时 按量 把他交轻交足的 之后 为什么发生这样一个变化 是因为 他有积怨 他有不满 他有情绪 在我看来是事出有因 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你愤怒不已的是 你气愤的是你现在 经济大权的失去 你却从来没有 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你 对于经济大权 你曾经的拥有 其实在我看来 他之所以把经济全部上交 这里面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来 有他 对这个家庭的负责任 有他对这段感情的投入 有他对你的信任和尊重 如果你不念及他之前 对这份情感的 认可和尊重的话 那么你当然在心态上 就会发生很微妙的变化 你会失衡 你会有如此多的抱怨 不满和指责 这是我要说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接下来 静下心来听一听 张先生他内心的一些 怨恨 不满 他谈到的问题是 查手机 翻钱包 这些行为 暴露出来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刘女士 你对自己很不自信 你对婚姻里的恐惧 你因为害怕失去 所以你牢牢地想控制 无论是在情感 还是经济上 然而 刘女士 这样做 其实是与事无补的 你在用你的外表强悍 霸道 在掩盖你的虚弱 你的脆弱 一个女性 如果内心 无比强大 无比淡定 自如的话 她绝对不会去做一些 令男性抓狂 然后反感 生厌的事情 我理解你的无奈 所以我想说 刘女士 一个女人在外面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能够独挡一面 真的不叫本事 能够和夫妻 关系和谐 家庭稳固 这才是真正的能力 和智慧 观察员武运 和心理咨询师 朱永卓一样 她也认为 女方刘女士身上的 问题故效 在观察员 发言完毕之后 主持人张婷 问了夫妻双方 一个重要问题 两位同时回答我 离还是不离 一 二 三 不像离 她说 说实在的 离风的话 对我来说 在民事上 确实是很不好的了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 在平日里 吵得不可开交的 这对夫妻 此时却对婚姻 充满了留恋 张先生说 这已经是 她的第三次婚姻 如果再次离婚的话 她的心理压力非常大 那么他们之间 如果想要过下去 到底该怎么做呢 此时调解员胡建云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你们这个婚姻 其实就目前来讲 本来有一个特别好的条件 就是没有其他的人 其他的因素干扰 这个对于再婚来讲 很难得 结果这个就很辨证法 没有外部的干扰 里面的干扰来了 生活就是这样 然后第二个我们看 里面的干扰是什么问题呢 是钱 难道真正是钱的问题吗 从刚才两位的这个描述来看 我觉得你们在钱的问题上 并不是那一种很抠 很在乎的人 你们两位都不是 对啊 那就说明是后面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刚才各位老师们 其实点得非常清楚 就是在这里面 家庭里面 你们的自信和信任的问题 一个是对自己的信心 一个是对对方的信心 这两个东西 在你们的婚姻里面 一开始是很强烈的 但是都是靠 大概的印象建立起来 后面一旦碰到事情 马上就掉到悬崖里面去 所以在你们家里面 自信心也好 信任也好 都像过山车一样 很容易膨胀起来 也很容易掉下去 对不对 那就说明这个 反映出两位或者其中一位 不是很理性 相当感性 在你们的婚姻 在你们的情感里面 有相当感性的 这种因素在 那如果按我来看的话 我认为你们双方身上 都存在 很感性 这个感性的东西 是什么意思 其实是情绪化 情绪化的原因在哪里 缺乏反思 也缺乏生活经验 很遗憾 在两位身上都存在 您看刘女婿这边 你的感性存在在哪里 其实你很快就建立了 对她的信任 这就说明你内心来讲 你是严重依赖他人 所以很容易为一个点 两个点 一件事两件事 你就建立起了信任 也就很容易为 一件事两件事 一个点两个点 失去信任 这样的话 跟你生活在一起 其实是很辛苦的 就是别人不一定伤害了你 但因为你需要 没有被满足 你觉得被伤害了 就像一个小孩 站在那里 没有人打他 但是因为没有人陪他玩 他就哭了 他就是一个孩子 然后咱们张先生这里也是 存在一天的问题 在这一块 张先生能自立 过于自立 就是你是能够活在自己的感觉当中 很多时候你是可以不需要他 你还可以活得蛮舒服 你们的结合不是因为你需要他 而是你在以往的生活里面 可能你觉得累了 然后你看到他是一个 温温渐渐的样子 是一个很会为人的样子 所以你觉得很轻松 对你来讲 因为你喜欢一个人过日子 所以你对其他人的要求就是 轻松 好说话 别麻烦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从你这边就很容易什么 忽略身边人 所以身边的人会觉得抓不住你 累 他心里 抓不住你嘛 他就开始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嘛 他就找到了理由 所以他会觉得我要爆发 我有理由爆发 于是他就开始爆发 你们要补课啊 真的要补课 要把自己看懂 要把对方看懂 把自己内心的自信 信任 信任看懂 也要把对方的需要看懂 所以建议两位 从对方的需要出发 到对方的心里去看一看 齐心协力把事业做大做强 在这个基础上慢慢的都发现对方的优点 过日子不就认识 过日子不就这样过他 既然你们俩都很需要婚姻 那就要承认婚姻里面的这些法则 调解员胡建云认为 夫妻双方如果都能够认真地审视自己 用心去了解对方 那么日子要过下去还是不难的 调解至此 胡老师决定进入密室环节 观察员廖阿姨和武运 分别带着男女双方进入了密室 认真听取了我们调解老师发言的刘女士 立即就意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 不会管男人管得太紧 但我偏偏要管他管得这么紧 对 你管紧 你如果知道了这个就好办 你呼应男人的 你就像抓一把沙子 你尝试一下 如果你把沙子砸在我们的手里 我们手里越紧 沙子就流失得越快 刘女士说 第一段婚姻的失败给了她很大的打击 她很害怕再次失去婚姻 所以在生活中她变得十分敏感 现在经过老师们的指点 她愿意调整自己的状态 今后在经济上 她会多给丈夫一些信任 钱她说不交给我管也可以 只要我要钱用的时候 你拿给我用 好 那我问你 如果这段婚姻要继续下去 你对她有什么要求 你告诉我 我就是只要她不去打斗 不管是大小 你就希望她不要去 对 刘女士说 丈夫非常喜欢打牌 不仅浪费钱也浪费时间 而且非常影响夫妻感情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丈夫张先生会有什么样的认识呢 好 错了之后 怎么样去改 去调整 还是继续打牌 继续赌 还是说我们能够开始认认真规划 我们以后的这个 不管是生意 还是生活 我们把它规划好 我们各自来调整 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一点 同时你也是孩子的父亲吧 你也要给他们做个榜样 在武运看来 如果张先生不能彻底 戒掉打牌的习惯 也应该大大减少打牌的次数 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 和妻子一起来经营夫妻感情 只有这样 夫妻之间的经济问题 信任问题 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在再婚家庭里面 经济问题是非常凸显的 因为说实话 在这个很多的家庭里面 就是因为经济 它背后呈现出来的很多是不信任 比如说有私心 他不真心真意啊 我看到的是什么 互相都不够信任 你是因为气到了 他的各种严查 严赌啊 这种各种房查啊等等 你已经是不堪其扰 所以你现在也采取了一个经济制裁 到今年四月份我才是这样子 对 但是如果这段婚姻想继续的话 你肯定要改变现状的 你不可能说我还依然这样做 你要的时候你得跟我啦 我一个做生意的人 我今天要想明天要想 张先生说 他收回妻子的经济大权 实在是因为妻子的某些行为太过分了 如果不这样做 他们的生意都很难进行下去 他希望妻子对自身的问题 能有个深刻的认识 当然对于他自己 他也会做出一些改变 那么回到调解现场之后 他们夫妻二人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 是什么样的结果呀 我再问一个问题 还是数一二三回答我 离婚 不离婚 一二三 不离婚 我希望 在我改的城市 希望他能有些时候 也复生地检讨一下自己吧 我尽力在检讨自己 我一切努力中 你也看得到 希望他能理解我多一点 两个人一起过那子嘛 他迁就我了 我内心知道的 其实我是真正在乎他 才会到金牌了解来调解 人生不义是吧 能相逢都是缘 更别说是夫妻是吧 希望他也检讨一下自己 能够好好地过下去 不要好思心非 我觉得你们两位能不能 能不能这样调整一下 今天两位来 他把气也出了 往事也说了 就把他这些东西都留在这里 重新开始吧 我现在再走一走 从学会说话开始 调解结束了 张先生主动走到了妻子身边 像朋友一样握住了妻子的手 幸福的生活 什么都别往心里藏着 反正往后日子还是要过的 是吧 希望你以后 谢谢老师们 不敢当不敢当 或许太久没有在一起 共序夫妻之情了 此刻的张先生显得有些拘谨 相比张先生的拘谨 刘女士的举动 要热情奔放很多 她主动上前拥抱了自己的丈夫 我们希望 这一个拥抱 能够让他们夫妻之间的误会 和怨气烟消云散 希望他们夫妻俩 能够从这个拥抱中 重新开始温暖而幸福的生活 Zither Harp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